相信各位都在自己的小屋擺設當中下了很多的功夫吧 在設計的時候都會想這個家具這樣擺好不好 那樣擺跟其他家具風格搭不搭 又或是如果這樣搭的話會不會影響到風水 嗯?你說這遊戲怎麼可能會有風水嗎? 哈哈這你就大錯特錯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在動物森友會中所發現的隱藏功能 而且也是與我們現實世界有所呼應的東西 沒錯也就是風水巡學 在遊戲當中啊 它會帶來很多的利益與豐收 在擺法上也是千變萬化 所以呢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注意家中擺設 以及在遊戲中風水所要注意的小細節 想不想成為風水大師呢? 那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Let's go 在動物森友會當中啊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以來 每一個作品都會有一個隱藏的功能機制 也就是風水巡學系統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遊戲裡 我們每天刷新的時間 皆為早上5點 而每當到了禮拜六刷新的這一天 都會有個名為快樂家協會的單位 會固定發送郵件到每位玩家的信箱當中 而在信箱中呢 它會評分分數給每位玩家自己所裝修的房屋 並且會給予一些分數上的紀念獎牌 那這個快樂家協會在動物森友會當中啊 其實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 它會以各種方式來評分玩家小物的分數 像是家具整齊度啊 家具系列有無啊 以及位置啊等等的 所以每當玩家開始進行自宅裝修時 一旦觸發了某些要素後 就會達成各種加分的細項 從而間接的影響了快樂家協會評分的機制 不過當中還會影響分數的東西呢 就是風水這個項目啦 但今天我們主要要來說的是 關於風水這個東西呢 所會產生的隱藏buff有哪些 對於評分的這個部分啊 後面呢我會再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麼以下風水這一塊呢 就先來跟大家慢慢的說明吧 那麼風水玄學這個隱藏要素呢 有分為幾種 像是黃色金錢運 紅色道具運 以及綠色整體運 這三項隱藏buff 那為什麼會分顏色呢 等等後面我們會再說明 我們先來說說這些buff 所帶給玩家的影響有哪些 主要來說所影響的是以島上為主 也就是玩家在島上生活息息相關的 一些東西與事物 島外的話呢 目前沒有效果指向 當然如果有的話呢 也歡迎可以指證補充一下 首先 黃色金錢運 這buff呢 會讓你得到更多的金錢 或是可以以低價價格購入居民的東西 嚴格來說 前者就是你在搖金錢樹 或是敲石頭 獲得金幣時 所獲得的金錢數目會來的比較多 而後者那 低價購入這部分啊 目前得說 並不是關於商店的價格 而是關於一些特殊商人的價格 這部分呢 得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位NPC算是過去的一個資料 但可能也會在這個版本出現 所以可以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當作一個參考 在過去作品當中啊 島上會遇到一位 狐狸畫家商人的一個NPC 他會向你出售一些畫 若當玩家啊 有金錢運的狀況下啊 他則是會以比較低的價格 來販售給玩家 但如前面說的 目前Switch版本呢 會不會有這個角色呢 尚待確定 可是若真的有這個角色的話呢 還真的讓人蠻期待的 當然就目前所得到的資訊來看啊 金錢運所能影響的項目 並沒有很多 但在未來這項隱藏buff呢 勢必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東西 所以各位可以多去嘗試看看 或許可能發現更多隱藏的秘密 也說不定啊 畢竟有了金錢運的效果 變成億萬富翁的夢想 可能就真的不是夢了 紅色道具運 道具運增加了你獲得普通道具 或稀有道具的機率 整體來說就是 玩家可以從氣球 與搖晃島上樹木啊 以及通過居民對話等 獲得一些物品道具或家具 而有了道具運的話呢 就能增加這些東西的機率了 甚至有可能會出現 比較稀有像的東西啊 所以想想這個道具運的buff啊 算是我個人覺得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功能上來推斷啊 其實對於一些之後 有可能的抽獎活動獎品啊 或者是某些稀有道具的獲取率呢 相對應該也會提高不少 畢竟家具與裝飾品 以及某些道具啊 在動物森遊會當中呢都非常重要啊 最後綠色整體運 這個呢則是增加商家稀有道具的販賣機率啊 例如道裡與莉莉的店鋪 更容易上架稀有商品 又或是更容易從駱駝商人那邊啊 買到稀有的壁紙地毯與地板等等 那麼這裡又要說到前面那位狐狸畫家商人啊 由於他在賣畫的時候呢 會有分為珍品與驗品 若有這項BUFF的話呢 獲得珍品的機率呢就會有所提高 當然這位NPC目前還是上代確認的狀況 所以如果之後真的有這位NPC出現的話啊 各位不妨真的可以試試看哦 但如果沒有出現的話呢 也是可以透過這項BUFF 來讓駱駝以及小豆狸他們 提高出現稀有商品的機率啊 當然目前這些隱藏的BUFF 都是過去很多測試下來的寶貴資料 也是許多外國玩家一致確定 有直接移植到目前Switch動物森友會的版本上的 當然目前上代確定的空間還有很多啦 但這邊呢還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這項資訊 畢竟真的蠻有趣的 去嘗試的話也不會傷成本 甚至還有些趣味呢 所以各位不妨可以自己去測試看看 就像我自己目前也是在測試金錢運 想著發大財呢 各位嘿嘿 當然如果有測試出什麼心得的各位啊 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一起交流啊 那麼每個傢俱呢都有各自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傢俱呢放在不同的方位呢 就能獲得不同的效果 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黃色金錢運 紅色道具運 與綠色整體運這些啦 但需要注意的是啊 如果你放置的尺寸過大 或者過長的傢俱呢 超過默認範圍內啊 就不會帶來任何的效果 所以玩家千萬記得不要超過位置啊 那麼顏色的區域劃分有哪些呢 目前分為這幾種 首先初階房子的四乘四大小 與中階房屋的六乘六大小 以及最終八乘八的房屋大小 每個房間呢就如圖一樣 有個別顏色的擺放指定範圍 以八乘八為範例啊 東邊紅色就只能放紅色的傢俱 反之黃色就只能放黃色的傢俱 綠色也是一樣 若有其他顏色在當中啊 或是傢俱超過範圍時 就會不具備有風水巡學等等的一個效果 當然有些傢俱是具備有改造功能的 所以各位玩家也可以透過此手段 來更改傢俱的顏色啊 這邊各位要特別注意到圖中 這些交界處的顏色啊 這裡呢稍微詳細的說明給各位了解一下 以黃綠色的範圍舉例 在這個位置裡啊 我們可以放置黃色的傢俱 或者綠色的傢俱 只要放置到指定的顏色傢俱的話呢 就會增加所連結的BUFF了 那若是放黃綠色傢俱的話呢 則會是金錢運與整體運一起增加 而紅綠色的部分呢也是一樣的 那剩下的6乘6與4乘4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至於傢俱要如何擺放 與顏色樣式的挑選啊 就看各位玩家的小心思啦 另外有幾點這邊要補充一下 像是白色的部分啊 是可以讓玩家自由去發揮的 而前面所說到的黃紅綠等顏色呢 在範圍內的牆壁啊 也是算在內的 所以玩家這裡就要特別注意一下啦 那麼在別的房間 如果這樣擺的話 會不會有加成效果呢 這邊也還不確定 這部分呢 如果有經驗的玩家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當我們這邊有測試出什麼東西的話呢 我也會留言在字頂留言處 跟大家好好地告知一下 快樂家協會對於玩家房屋的布置 會每週進行考察 並在禮拜六這天給出相應的分數與評價信件 那影響分數多寡的部分啊 就在於房間的大小 家具的數量 家具的擺放 都會影響到計算的分數與評級的標準 房間越大 家具越多 標準就會越高 那麼評分呢 會有分為加分項與扣分項 這裡呢 先來介紹一下加分項的條件 大致上有包括七個項目 一 以紅黃綠的風水巡血擺放位置 二 有使用銅色系家具保持統一感 三 採用時鐘 盆栽及樂器等裝飾 四 選用季節限定的家具 五 房間內有付出努力獲得的金獎杯 象徵友情的合影罩等 六 家具越多得分越高 但也不能太超過 需要美感與統一感 七 牆壁上也要掛一些家具 例如時鐘 壁畫 衣服等 說真的 嚴格來講啊 快樂家協會 根本就是一個強迫症組織啊 然後接下來扣分項目有包括四個 一 地板上有散亂的物品 二 房間內有垃圾 三 部分家具朝向錯誤 比如正面朝向牆壁的話就會扣分 所以在擺放的時候一定要確認好放置的位置 四 是否家裡有蟑螂 若有的話請搬起所有家具清除蟑螂 那這邊就要稍微說明一下 非常有趣的就是蟑螂這個東西啊 據瞭解啊 只要玩家未登入遊戲超過一個月後 就會在家中看到 此時玩家並不能使用捕蟲網去捕捉 而是要使用雙腳去踩死即可 所以各位請記得一定要上線 不然會很刺激喔各位 那麼有注意好以上這幾點的話呢 基本上快樂家協會評審都會給予一個不錯的分數 所以各位就好好的去佈置自己的家 拿到高級的分數與獎勵成就吧 好的 大概以上呢 就是這次風水內容大致上的東西了 希望這次所分享的資訊啊 可以適當的幫助到各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不妨可以親自去試試看 畢竟這次從初代之時就有的一個有趣的隱藏系統 我個人也是覺得蠻有趣的 想想當時就在猜這遊戲是否有風水 結果還真的有呢 真的是太香了這遊戲 那麼各位不管是在使用或者測試完以上 所介紹的這些風水BUFF後啊 有什麼心得或者感想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交流討論一下 好的那麼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先到這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同以往呢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們呢 也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我們頻道的第一個直播 還有影片的更新通知 好啦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是沙皮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就你人家健康嗎 帘 occurrence ünd的 ratio 我們下次再回來 perché -i ط 團 走 首隨著 續 說